您好 欢迎收看5月7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联宇慧会召开了 针对国土计划法农业趋势划分情形 及工厂辅导法办定之后 对105年5月前 有工厂管理的影响情况会议 召集人黄欣他邀集了观光处 农发处 地震处 还有建设处 向业者及吉安乡各村村长们 进行面对面沟通 希望可以透过会议了解地方新生 也作为未来中央调整法规的依据 中央国土计划法的农业区 划分和工厂辅导法办定之后 对105年5月以前 既有了工厂管理的影响情况 花联宇慧会在7号召开 国土法专案会议 召集人黄欣 先议员蔡希塔 郑宝秀 张美惠 共同来主持会议 并且邀请观光处 农发处 建设处 地震处和业者 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召集人黄欣表示 花联宇慧 新人乡和玉璃镇 都有设定成为富裕环境 敏感以及国土破坏地区 并且影响到地方的未来发展 到底特期是怎么化 所谓的我们的农产 农产业的部分 农产业的部分 所谓农产业的群聚地区 群聚地区应该是 国土法的相关的 特定农业区的农牧用地 农牧用地 就表示说将来我们农医的部分 化封的国土法农业产地 第一类的部分 会绑得很紧 你只能做农业的生产使用 现在也有的在土地上的工厂的部分 都没有办法进去 工土法的相关的一个公告中央的部分 我们也有很多的余力 不只是我们花莲县 包括我所上还有台南 跟嘉义县议会也是一样 已经很大的声音了 问题是哪绳子来绑大家 对于早期的都市计划的部分 区域计划的部分 区域计划现在已经没有 国土计划变成是上位的计划 那手底下的都市计划的部分 早期的都市计划 大家很清楚 你比较运气比较好的 就是发尾住宅区 你运气比较差的部分 就是被划为农业区 工发出和健身处 并且针对相关法令进行说明 这一次针对工厂的部分 他并没有优先去考量农因农二的部分 他就只有就整个一级环境敏感区 跟他们所公布 中央所公布的农产业聚落 这28个点来作为不得纳管 就是工厂的部分 那这是刚刚的说明 那就是以上的说明 原则上他并没有去 在这个阶段里面 针对工厂部分 他并没有去涉及到农一农二的问题 早期的黄金表是中央划分 花脸农业区 规范可以说是相当严格 工厂辅导法也是绑手绑脚 相当不便民 也希望透过召会会议 把地方新生反映到中央 以利地方的整体发展 记得终于欢迎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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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